国民党之前扯故宫的国宝是他家的 今天又叶玉兰要扯黄金 实在是面对这些党国不分又不认真读书的 我们很难评论 光讲黄金就好了 去查一下蒋介石的侍从官周公韬 或者去查1950年6月中央银行的报告书 或者当年度的财政部的报告书 都告诉你一件事实 当时蒋介石带来的黄金375两 在1950年的6月就已经花了 几乎花光了 因为60万大军加上百万人口 移入台湾 军费的支出根本不够 所以今天叶玉兰如果要跟我们算黄金的账的话 我坦白讲 那在1950年以后 那国民党这群人花的台湾的资源 还导致台湾4万块换1块钱的通货膨胀 这个账国民党三代都还不完 所以叶玉兰要扯黄金之前 是不是先研究一点 从故宫的国宝到这个黄金 除了表现出你们党跟国分不清楚以外 连基本的事实认知都出问题 如果国民党这群人一定要把台湾跟中国国民党 算得那么清楚 分得那么清楚的话 我建议大家好好算一算 4万换1元的台湾人可以跟他们算账 1950年黄金用完之后 所有的支出国民党也应该偿还 这还不包括侵占日产 国产的财产 所以叶玉兰的发言要不要继续 国民党自己做个决定 感谢观看